好的,今天金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下现场对鼓舞调音的一些内容 很多孩子买了调音台,买了喇叭 但是发现自己不会调乐队 特别说对这个鼓,有好多的话筒同时收音的这样一个乐器 怎么去调整它,感觉无从下手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基本的套路的 至于什么音乐的风格 那是你熟练了以后再去讲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把一个鼓怎么做到标准 或者说正常的听感也是有一定的规章可循的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要讲的是关于一些准备动作 当你来到现场 你的系统工程师已经把所有的喇叭都挂好了 然后全屏和超低的岩石相位都已经给你对整齐了 然后你的乐器助理也把架子鼓给你支好了 一套非常漂亮的架子鼓就在你面前 话筒也都给你下好了 那你是不是就迫不及待的想到调音台上去拧旋钮推推子了呢 实际上有很多的基本的准备工作需要你在这之前去完成的啊 我个人建议呢有两步是不可审的 第一步呢就是关于这个增益的架构 也就是你的这个调音台上面的这个口子到底怎么开 开多大 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你所使用的调音台的表头 就以我们常见的这个M32为例吧 它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输出的表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由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呢 都是数字调音台 它内部的信号处理啊 都是遵循这个数字处理的这一些规则 其实就跟我们在电脑上用软件进行混音 是一样的要求 那么在数字这个领域呢 跟以前的模拟调音台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 这个表头什么时候会冒红啊 就是0dbfs 也就是满刻度的电频这个位置 在数字调音台上 它最大就到0 然后再往下都是负数 对吧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表头上面的刻度 那么像M32这个调音台呢 它还会有一个要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它是在-18db这个位置 灯呢 会从绿色变成黄色 这就告诉你呢 从这个位置再往上到完全这个爆红 你大概有18个db的这个余量 是吧 但是我也见过有的人会把这个全部用满啊 甚至于它在演出的过程中这个表是一直红着的 那如果是模拟调音台呢 也许问题不大 但是数字调音台一旦它变成红色啊 这个声音就会很难听啊 就要数字失真了 这个声音一点都不好听啊 而且对你的设备 后级的一些设备会有害的啊 所以基本上我是建议大家 在这个框框里面再给自己多加一条这个红线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让这个总的这个输出啊 不要超出这个-3db这个位置 我们留出三个db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头顶的空间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能够使用的这个动态的余量不就更少了吗 对吧 总共也就15个db 那么我们这个作为调音师在现场呢 实际上就是看你如何去驾驭这15个db 另外呢 就是关于这个-18db这个位置啊 因为它很特殊嘛 是不是啊 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呢 在调谷的时候啊 当你的底谷的话筒响起的时候呢 你的增益怎么调呢 就让它在这个-18这个位置 就是刚刚好冒黄灯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说 它进来的时候的正常的能量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不要比这个再大了 因为再大的话就侵占了其他的一些音乐内容了 那么这个位置亮了黄灯以后呢 你要拿你的这个升压计啊 或者是smart去在你调音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调音台所在的位置 去测这个整场的这个升压 按照现在的流行的说法 就是说应该是亮黄灯的时候 对吧 刚刚好亮黄灯的时候呢 在你这个位置测出来 应该是94个db的升压级 这只测全屏啊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把你的超低也打开 把这个底谷发送给超低的话呢 应该要让这个升压级能够达到104个db 就算是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表头的时候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啊 细节 就是说M32这个表头啊 它只是调音台总线LR 也是左升到右升到这个总线的表头 它并不是矩阵输出的实际的这个表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做演出 是习惯这样一个信号流程 因为现场可能还会有 比如说视频直播呀 或者说录音啊之类的 它需要分出很多的信号给它 所以我们现在LR这个总线上面 把这个混音做好以后呢 是过了一遍这个矩阵以后 再给这个PA的这个处理器和供放放出来 但是我们在台子上 只能看到这个LR的这个表头 所以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遇到过 就是说你可能这个信号表头已经冲到负三 甚至都爆红了 但是你却感觉啊 这个现场的喇叭还是不够响 升压级不够 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这一条线路下来 你的这个增益架构做的都是正确的话 那应该就是什么 你的供放或者你的喇叭带少了 就是你的功率不够 你的扩升功率不够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表头啊 刚刚到这个-30 甚至-40这个位置很低 甚至有的时候都只冒一点点绿色 但是现场的声音已经很大 比如说你这个低谷 你的这个增益旋钮 压根就没法调 对不对 你稍微动一下 或者说你的推子压根就推不上来 一推就超响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也有可能是你的后级啊 开的太大了 对不对 你的后级能量太大了 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 因为很多人都是一套设备 这一套设备你要去做户外 要在比如说什么剧场啊 室内的一些演出 那你想想 他们的扩升功率 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呢 但是你把设备搬到现场装起来 从来不调整 对不对 永远是那样一个放大的级别 那肯定也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根据这个线路啊 根据这个信号的链路啊 一积一积的去查 查原因 对吧 比如说 你的后级太大 推子压根推不起来 一推就笑叫啊 那么你看一下 是不是你的这个总线 发送给矩阵的时候的发送量 是不是可以稍微的衰减一点 如果比较懒 你不愿意去动处理器 或者供放的话 那你就直接在台子上 把它这个发送量 稍微衰减一点 或者呢 你到音箱处理器 那个上面去调整 把它输出给供放的这个声音啊 摔一点 或者呢 就你有没有仔细留意过 供放 它的这个前级上面 也是有那个灵敏度的旋钮的 它只能衰减啊 它不能提升 对吧 但是你可以摔啊 对不对 那如果是大型演出 有N多供放 那一个一个摔 也很头大 是吧 那你就回到 刚才讲的第一种方法 对不对 把你的发送量稍微降一些 不管你怎么调整吧 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 在这个刚刚冒黄灯的时候啊 可以测得94dB 或者是104dB 寒超低的这种 升压机 这样的话呢 再加上我们上面有这个 15个dB的这个动态的余量啊 加上去以后呢 就算你 做到最顶格 顶到-3dB的时候呢 这个升压也差不多有将近 120个dB了 这已经是 可以了对吧 一般的演出 这种升压机 都很少能达到的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增益价格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低谷到底该多 多想 是吧 到底该多大 那你就按照这个标准来 把这个低谷定下来以后呢 后面所有的乐器 或者其他的这个东西呢 就参照这个低谷的这个标准来 让他们做一个能量上的叠加 然后再做一些摆这个声像上面的摆位上面的避让啊 频率上面的这个避让 那基本上这个15个dB啊 还是够用的 做的第二件事情 必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相位的对齐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鼓这个乐器它很特殊 它是有很多个话筒 去拾这一套鼓 那么这些话筒的声音放到一起 再加上它所识到的一些串音 就有可能会造成整套鼓被播放出来以后啊 它的相位就是会有干扰 相位一出现干扰呢 很可能就是某些频率就摔下去了 那某些频率又被突出出来了 是吧 这就是相位带来的一些小问题 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上面显示的 一般我们演出也都是这个造型 是吧 很多的话筒挤在这个小空间里面 不可避免的会有串音 啊 那比如说 这个底鼓 对吧 现在都流行用这个 鼓祖的套装话筒 是吧 大家的配置都差不多 那么一般怎么拾取鼓祖的呢 它不是一个话筒搞定的 它会在里面塞上一只 叫做kick in啊 然后在外面 鼓皮可能挖个洞 对吧 把这个话筒伸进去 叫kick out 所以当这个鼓祖 被这个鼓锤敲击以后 他发出这个震动啊 开始发出声音之后呢 会同时被这两个话筒都拾取到 但是请注意 鼓的震动啊 它的声源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首先 传到的肯定是kick in 这个话筒里面 然后呢 经过空气的传播 对吧 这个距离虽然不是很远 但是它也是距离啊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呢 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才会被这个 kick out 这个话筒拾取到 所以呢 如果你在电脑里面 放大这两个 话筒拾取到的波形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它们俩波形不是对在一起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由于它们错开了啊 波形错开了 那么就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啊 波风对上波鼓的这种情况 那不就上位 或者能量啊 就会有抵消 是不是 所以整套鼓组 当把这两个话筒 打开的时候呢 那个音色就可能不太对了 对不对 我们再看 呃 君鼓呢 也是啊 呃 这个小小的一个君鼓呢 我们也是要两个话筒来试它 一个是顶上面 一个是底 那么顶上面呢 拾取的声音 和底下面拾取的这个声音呢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相位的这个反转的问题 啊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百分之百会出现的 因为什么呢 首先你用的顶上和底的这个话筒 类型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是动圈 一个是电容 是吧 呃 它话筒类型不一样 型号也不一样 这个话筒的本身的这个响应的曲线 也不一样 所以 有人就 记那个套路 说一定要把底给它反向 是吧 但是 你还是要实际靠耳朵去听 未必 啊 也许这两个话筒叠在一起 声音是可以的 是能够接受的 那你就不用反向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大家可能会忽视的啊 就是这个overhead 就是掉顶的这两只话筒 在这个位置 它也会跟我们 下面的这些话筒 产生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 你的底鼓 在敲响的同时啊 也会被这两只话筒 拾取到 因为这两只话筒 它是拾取整套鼓的音色的 当然 它离这个插片很近 所以在它录取的声音里面呢 插片的声音 会比较大 但是不代表底鼓就说不到 底鼓也会在里面出现 只是声音相对要小一些 是吧 那像这个军鼓也是 这个军鼓敲响的时候呢 也一样会被这两只话筒 拾取到 而且大家注意看这个距离啊 底鼓到头顶上 这两个话筒 还有军鼓到头顶上 两个话筒 它们的距离 都是比较远的吧 我这里说的远 是相对于我们刚才 前面看到的那个 就是指食底鼓 指食军鼓的 那几只话筒的相对距离 是不是 那个就贴在鼓面上 那肯定怎么样啊 那几只话筒 拾取的这个波形 肯定会位于 这个overhead话筒的前部 也就是说 它们也不是同步对齐的 因为声音在空气中传播 是需要时间的 它传到这个 头顶上这两只话筒呢 肯定就相对来说 这个到达的时间 就会晚一些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呢 也有可能导致 相位上的一些干扰的出现 所以呢 我们对相位也要关注到这一点 好 我现在打开了一个多轨录音的工程 来模拟一下我们在现场调鼓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准备工作啊 我会在总线上面呢 挂了一个看表头的插件 就用它来模拟我们看这个调音台上那个表头的显示吧 那么目前这个状态呢 就是所有的推的都是平的 都在零这个位置上 并且呢 由于是多轨录音 所以这个录下来的这个波形呢 实际上都是经过了一遍那个现场的这个画放的这个增益 调整过以后的这个结果 是为了保证我们录音的这个信造笔啊 所以有的时候口子会开的很大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你在现场用了这个音分啊 这些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遇到相同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使用调音台上面的那个trim 也叫做数字增益 它可以增也可以减 它的增和减呢 是不会影响到整个这个音色的 因为它是在数字这个流程里面来做这个处理的 另外我们在调音台上经常会看见另外一个旋律叫game 那个才是真正的叫物理画放的增益 那么现在呢 我就等于说那个game已经没办法再动了 因为录下来多大就是多大了 但是录下来的结果呢 未必能满足我们现场调音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我现在把所有的这个鼓啊 全部放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表头显示能达到多少 它现在一直在-4这个位置在跳 是不是 峰值已经达到了-4滴滴了 在这里啊 而且由于我所有的这个声像都没有摆位嘛 所以它现在就是像个立体 像个单身道一样 对吧 一条线 那么如果现场我们把鼓就已经做到这么大 已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已经都快顶到-3了 那其他的乐器还怎么往里面加呢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增益上的这个架构的一些平衡和处理 那么我们只能用trim了 只能用数字增益的方式来减或者增了啊 好我们先从底鼓开始 那么线上调鼓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从底鼓开始啊 我先把底鼓放出来 大家看一下它的能量大概能达到多大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基本上在-10这个位置在跳动啊 并且从听觉上能够听到 还串了很多的插片和军鼓的这个音进来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我们肯定要对它做一些这个能量上的衰减啊 把这个头顶的空间给让出来啊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是M32这个调音台的话呢 我们希望它大概在-18这个位置游走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刚才是在-10啊 那我们要摔它大概7到8个DB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软件里面的这个trim呢 是在这个位置啊 我直接给它转动 摔7个DB 我们先听一下 看看大概能到什么样的位置 大家仔细看这个表头软件的这个显示啊 这边显示16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最高啊 最高曾经达到过-16那个位置 那现在显示的是 -16-17 如果我们希望它在-18的话呢 那就再摔一个DB 你看现在差不多啊 在-18这个位置了 为什么会忽大忽小呢 因为这个底谷是人脚踩出来的 它不可能永远一个音量 那不是机器人 对吧 这个动态的变化呢 我们后期可以通过压缩啊 对它进行一些修正 让它维持在这个-18左右 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目前我们让它进来呢 就在-18左右 另外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平谱显示啊 这是专门的这个鼓话筒套装里面 使到的底谷 所以很明显能够看到什么 它把人声的500到1K附近 自然的就已经衰减掉了 也就是说这个话筒本身的曲线 就是针对底谷来制造的 所以你看它的低频和鼓频那个位置 是可以突出的 但是人声那个频段 它就主动就已经让出来了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 很多人这个上来调鼓 就被那个套路啊 一上来就摔这个提那个 但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听一下 这个是不是真的需要摔 或者说真的需要提呢 对不对 如果这个本身录进来的音色 就已经可以的话 你何必对它大动手脚呢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底谷 差不多是在-18这个位置 按照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那你的外场的这个声压 应该放这个底谷的时候 应该能够达到94dB的这个声压级 就算及格了啊 就是全频打开的时候啊 如果加上超低的话 大概是104个dB 好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再来看Kick In这支话筒 我们来播放一下 Kick In这支话筒的能量也不小 是吧 它已经达到了-8dB 那我们大概要摔多少呢 摔 摔个10个dB 来看一下 摔了10个dB以后 它大概能在-18到-16之间游走了 我们稍微提一点点吧 -9 你看到了啊 现在它和刚才的这个Kick Out 这两个能量啊 是几乎是相同的 就是可以匹配 好 我们现在把两只底谷话筒 都同时打开 现在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只是把它们的能量做了一个匹配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从表头的显示可以看出来呢 它的最高峰值大概是到-14dB 也就是说这两只话筒 叠加在一起以后 它的能量 一共增加了将近4个dB 按照我们之前了解过的啊 如果波形相同时间也对的话 应该叠加以后可以提高6个dB 是不是 那说明这两者之间啊 存在一定的这个抵消 另外就是你单独听Kick Out 或者单独听Kick In啊 音色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 但是把两只话筒同时放以后呢 你就会明显的感觉什么 这个音色有一些影响 我们现在单独听一下Kick Out 我们再来把Kick In加进来 有没有感觉整个鼓感觉低频的声音 好像衰弱了是吧 鼓变得很尖锐 有点扁 它的体积有点太瘦了 好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像我们刚才在那个PPT上面 给大家看的 Kick In这只话筒 它采到的这个波形啊 应该会比Kick Out的要早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讲了 用最最远的最晚的那只话筒 作为参照物 作为参照物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Kick In上面 加延迟 首先呢我们使用Waves的一个插件啊 它就是专门用来找这个相位延时的 叫In Face 如果是现场演出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那个现场版啊 就是Live版 这个Live版呢 它占用的这个字眼会更少一些啊 造成的这个插件本身造成的食言会小一些啊 那这个插件打开以后呢 它是做一个对比嘛 就是通过旁边的这个试波器啊 做一个对比 我们所在的这个轨道呢 就是Alpha这个轨道 下面这个SC呢 就是侧链嘛 旁链啊 好 那也就是说是它的参照轨道 参照谁呢 当然是参照这个Kickout 就敌骨外的这只话筒啊 那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个软件里面操作啊 就是把这个测链开关打开 然后到这个发送里面 把Kickout这只话筒呢 声音送到这个插件里面去啊 所以我们选择测链 Kick in 看见了吗 送到这个插件里面去啊 启动 并且选择推子前啊 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个推子的高低啊 没有任何关系 推子前 然后百分百的发送量啊 发送过来 这就不用管它了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软件里面 点开这个获取啊 它现在就在监听 那我们只要放个几秒钟就可以了啊 我们来播放就行了 只要几秒钟 它就能踩到这个样啊 所以大家仔细看好啊 上面是Kick in的波形 下面是Kick out的波形 对吧 哎 因为在现场嘛 你不可能像电脑软件里面那样 可以把波形放大看 那好像不太现实 是吧 挑衅台上面也没有那个功能 那你可以挂这个插件 利用这个插件来实时的查看这个波形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大了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标尺啊 移到这个大概音头的位置 因为这底骨都是脉冲式的嘛 一升一升的啊 我们移到这个音头的位置 然后呢 帮助观察我们放大 放大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 是不是 我们讲了上面是Kick in Kick in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理论分析 它肯定会靠前一点 所以很明显你看到了 它的波形早于 早于下面的这个Kick out的这个波形 所以你看这里都已经到了波峰了 但是下面才到波谷 那这样的话 两者的能量就会有抵消啊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把 早的那个波形往后拉一拉嘛 因为在现场扩升 你不可能往前 对不对 只能往后啊 所以这也是这个现场版的功能 它只提供这个正延时啊 不提供负延时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波轮 来对齐这个波形 主要就是让它尽量啊 波峰对波峰啊 波谷对波谷 这样的话你看 这两个峰差不多对齐了 谷呢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可以到后面的这个几身里面 再去印证一下啊 比如说后面这一身 我们来把它放大 你看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啊 为什么不可能完全一致呢 这是因为啊 你首先这两个话筒 它就不是同一个型号 对不对 它不是同一个型号 所以他们的评想曲线 可能不太一样 如果评想曲线差的太大的话呢 这个插件还提供这个EQ来修正 对吧 你比如说我加一个这个EQ 你看呢 它的这个曲线会有变化 波形会有变化 你看 啊 看到了 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加以修正 当然通常用的不多 这里还有个反向 我们老说反向反向啊 点开看看反向到底带来什么作用啊 就是波峰波谷的对调 所以你要真反向的话 那就那这个低谷就完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还是回来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波峰和波峰叠加在一起 差不多会有六个DB的提升 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显示啊 就是告诉我们它的相位到底是叠加还是 还是这个抵消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结果就是 加了1.88个毫米以后呢 能够得到0.25这个数值 并且是正向的 这就是个很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它反向 那就互为抵消 你看 那这就是负的0.25 那就说明这个两个音轨的 它的相位问题很严重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延时不加呢 还原到0呢 你看 这个软件自动测出来 它是存在着负的这个叠加的 也就是说确实跟我们耳朵听的 这个验证呢 是一致的 就是说得调啊 这个相位得调 我们往回调吧 调到1.88刚才那个数值 那么这个就是0.25 这个数值挺大的 是吧 那能不能再多一点延迟呢 0.27 挺好 0.28 0.29 但是你看 如果你调的过了以后 怎么样 这个数字是往回减的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波峰 波谷的干扰又出现了 啊 所以你看 不是永远一直往上的 然后到了下一个周期 它又会起来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 你到底该加多少延迟 可以用这个数值来帮助我们判断一下 比如说我们不用太多啊 0.28这个数值已经很理想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判断 它们的相位干扰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是不是 那么加了这个插件以后呢 我们再来把这轨道啊 做一个对比的试听啊 首先听Kick Out 这个Kick Out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处理 所以刚才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是吧 那如果你单独听Kick In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 因为我们没有动它的EQ 什么都没有动啊 只是动了它的时间 是不是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两轨同时播放了 你再听一下 是不是听到那个低频的枪体的声音 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做个对比啊 如果我把这个插件旁通 也就是说不加这个延时 你看 是不是很尖锐 也就是说鼓皮 Kick In的声音 盖过了那个Kick Out 但如果打开把这个延时加进去以后呢 低频就开始有了 是吧 我们从这个表头插件里面也能看出来啊 你看 低频的能量开始出现了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啊 这个二者叠加以后的这个能量 已经能达到-13dB了 哎 你看也能冒到-12dB了 也就是说它的能量是有提升的 对不对 啊 你看 好 那么在做了这一步以后呢 呃 你就要自己去判断啊 到底是要这个鼓皮声音多一点呢 还是这个腔体的声音多 那你就通过这个电频的比例去调整它 啊 这里呢 我们先不调整啊 我们先不调整 先把它当做一个低鼓完整的乐器来 这个时候呢 我会建一个Kick Boss 在软件里面建了一个 等于是一个总线 所以我这两轨呢 就要先送到这个Kick Boss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哎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低鼓 是不是啊 哎 我是通过这一个推子 来同时控制的 是不是啊 比例啊 音色比例呢 可以通过这两个来比较 比如说你想要腔体多一点 要鼓皮多一点 对吧 哎 这个无所谓啊 那么现在呢 它就是一个 一个乐器 一个低鼓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低鼓的向位算是 对好了 但是我们也讲了 低鼓 不单单是这两只话筒 会失去到 掉在顶上的overhead 那两只话筒 也会失去到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我拿到的overhead的分轨 啊 一个标注的左声道 一个右声道 因为它两只话筒嘛 摆开路的 但是我不清楚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摆位 也就是说 这个左和右 到底是如何定义的啊 是站在观众的这个角度 还是站在乐手的角度 那这个没办法啊 我们先把这两个独揍一下 然后呢 先各打到左右两边 我们先来听一下 整体录到的这个效果 是什么样子 啊 声音很大 是不是 因为为了保证录制的信造笔啊 它把这个开得很大 已经冲到了负8 对不对 冲到了 甚至到了负6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希望的了啊 所以负6这个位置 负8这个位置 可能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衰减 让它回到负18 以更好的跟这个底骨相匹配嘛 对不对 那么先摔个8个DB吧 看看能做到多少啊 两边同时摔 再来看一下表头显示 现在呢 它就在负18 负14左右这个位置啊 它的动态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它拾到的是整个鼓组的在那 它的响动啊 那看目前这个动态呢 还轻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再多摔两个DB啊 也保证安全 是不是 比如说你摔腹10 对吧 另外就是你要判断一下 这个左声道和右声道 它们两个能量是不是相一致的啊 有的时候这个画放口则 开的不一致 也可能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trim上面 做一些细微的修整就可以了啊 好 现在我们把声像掰开以后 就要用耳朵去听了 就要用耳朵去听 到底哪个是左 哪个是右 怎么去判断呢 听重点乐器 比如说听这个君鼓 一般君鼓会有偏向的 声像会有偏向的 如果君鼓听的不明显的话 听什么呢 听那个丁丁茶 因为丁丁茶一般在乐手的右手边 是吧 或者听那个通通鼓 一圈的高音通 中音通 还有那个落地通鼓 它的音调的变化 也会能听出来的啊 能够听出它的声像的摆位 我 哎 你看 丁丁鼓出来了 能听出来吧 丁丁鼓在我们的左边 是不是 也就是说 这个录的时候呢 是以观众的视角来录的 也就是说 丁丁鼓在左边 然后君鼓就会 呃 往右边稍微偏一些了 是吧 是大概这个位置 啊 好 那么 这两个呢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要问啊 这个 overhead的左和overhead的右 这两支话筒 你不是说同一个乐器 多支话筒时取要对向位吗 是吧 那这个左和右要不要对一下呢 实际上你可以对 也可以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向位不会总是带来问题啊 那么我们做这个L和R 然后同时放出来 你会感觉什么啊 声场变宽了吗 是不是 我们再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播放整套鼓祖的时候啊 这边的这个声场都是一条线 也就是说它单身道 现在你把L2掰开以后呢 你看 它是有声场的 这跟我们的听觉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立体声的一个感觉 那这怎么营造立体声的呢 其实就是向位嘛 是不是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照片里面 这个军鼓可能到右边这个话筒 和到左边那个话筒 距离是不一样的 这个距离就造成了军鼓的向位 在这个立体声里面是不同的 向位差 营造出了声场 还有呢 就是离得远的 可能石道的军鼓的声音就小一些 离得近的那支呢 石道军鼓的声音就大一些 这个音量的电频差 也是给我们造成 这个定位的这个来源之一 所以这里面两支话筒 如果有一些向位上的不同啊 不用把它太当作一个问题 因为正是它营造了这个立体声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也要认真的去对待一下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扩声的时候 这两支话筒 不可能像我在软件里面这样啊 完全掰到左和右 对不对 有经验的 一般都是把这个声场会控制的稍微窄一些 比如说放到左边50 右边50 左边60 右边60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右边的这个声道里面 既有L也有R的这个信息 那这两个一叠加以后 如果有相位差就会造成什么 频率上的抵消或者是增加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有可能也要把它的相位啊 做一个对比 那这个相位怎么对比呢 呃 一样我做了一个立体声 立体声的总线啊 然后呢 把这两个轨道呢 全部都先送到立体声里面来 当然如果在现场调音的话呢 你可能就直接建个立体声轨道 然后把这个两个话筒直接输进来 一个话筒搞定也可以是吧 呵呵 呃 那么我们现在来了进来以后呢 也是一样的 我在上面挂一个立体声的 这个inface的这个插件 那么仔细看哦 在立体声界面下 它下面多了一个选择 看见了吗 它是α和β两个对比 并且你可以选择 是通道1和通道2 也就是说 它没有所谓的参照轨 它同时把这个立体声的左右 这个分析给你看 哎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 比如说我选择 上面显示整个立体声 下面呢 就变成了side chain 就是旁 旁链 侧链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先不搞这个啊 我们先回来 也就是说 让它先分析这个 overhead的这个立体声轨道 里面的相位有没有问题 我们来播放一段 先把这个补货 这个开关打开 让它来补货 我们来播放 好 几秒钟的时间啊 它就已经采集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比如说这个波形的 比较起伏 比较明显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肯定会有相位差的 有这些相位差 才会营造出立体声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放大再看 由于这两只话筒啊 是同型号的 我记得好像是414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波形就比较趋同 对吧 你看都很接近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看它的波红波谷呢 你会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而且下面的数值显示 它们是正向叠加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 不用管它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两只话筒 当成一只话筒去对待 理论上就是 假设它没有时间 这个差了啊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呢 用低谷 去跟overhead里面的 任何一只话筒 来进行这个 对这个时间 那么又回到 我们刚才讲的原则 就是什么 用时间最晚的 那个作为参照 那么overhead 肯定是时间最晚的 因为它离低谷太远了 所以它录到的波形啊 按照根据我们的分析 肯定会很靠后一些 是吧 肯定会晚一点 好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 低谷啊 单独的这个低谷 肯定要让它打开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给它加延时 是不是啊 所以啊 我们加一个单身道的 这个inphase 把它的测链功能打开 并且把捕获 这个也打开 然后呢 overhead里面呢 随便选一只话筒 比如说我就选这个右吧 对吧 我就右这个话筒 用这个右呢 作为参照 所以我们往哪发 请仔细看好了 往这个kick bus 对吧 往这个kick bus里面发 推子前 然后是百分之百发送量 这个声音是不会被这个PA放出来的啊 它就是给这个软件听的 好 那么现在准备工作做完了 我们就把这个 诱声道这个也打开 诱声道这个也打开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软件来同时听这两鬼的声音 好 几秒钟就可以了啊 很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啊 这个overhead里面所收到的那个低谷 它声音比较小 所以在这个波形上不会显示的特别大啊 你看到这些起伏大的波形啊 很可能是插片 所以千万别找错了 我们以这个 真正的低谷这一鬼为参照 找到它的这个波形的这个阴头的部位 然后我们来看 你看 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吓一跳 是不是 哦 这个就是 有这个相位的这个抵消的这个隐患啊 是不是 那么怎么办呢 还是一样啊 老规矩加岩石来给它对齐嘛 加多少还挺大的啊 大概是将近三个毫秒了 对不对 我们人耳呢 基本上15个毫秒以内啊 两个声音间隔15个毫秒以内发出声音的话 是听不出这个差别的 你会把它当成一个声音 如果超过15毫秒 你可以在软件里面试一下 超过15毫秒呢 就明显的能听到两声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希望overhead里面出现的低谷 和真正的低谷话筒收到的低谷同时出现 二者呢 嗯 不要有两个声音是吧 但是也不能有相位的抵消是吧 哎 我们现在来看 加了3.19个毫秒以后呢 呃 这个下面的数值依然是保持正值 是吧 这个OK的啊 能不能再加 你看再加就开始抵消了 下面的数值开始变成复数了 是不是 好 我们就选择三个毫秒吧 啊 三个毫秒 好 我现在把overhead和这个低谷同时播放啊 来听一下 overhead的话筒加进来以后呢 肯定会对低谷的音色有影响 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动任何的EQ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主要听的什么 是频率和相位这个部分 啊 我现在把overhead关掉 再打开 再打开 我现在把低谷的延时关掉 啊 再打开 有没有人仔细的听到低谷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它的力度 它的下潜 啊 那低谷和overhead算是对好了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均谷 啊 均谷呢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个均谷上的这个话筒的这个能量 啊 啊 啊 这个均谷的能量也不小啊 它都能冲到将近-8-6的位置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把它 哎 以这个低谷为参照物 就是均谷你可以比低谷大 但是不能大到这么夸张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做一些数字增益的修饰啊 把它摔一些 呃 比如说摔 8到10个DB左右 先比如说摔9个DB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啊 现在它大概在-16DB的位置附近 啊 我们再提一点吧 吧 啊 偶尔的会冒到-12 啊 因为均谷它的是整个谷组里面特别活跃的 啊 因为你每一下打的这个轻重啊 都不太一样的啊 这个没关系 我们后期通过压缩啊 可以把它的动态给它范围压缩一些 那么现在我们只要保证它 哎 大部分时间大概在-16左右就可以了 好 这是均谷上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均谷下 就是主要是那个黄线的那个声音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能量 啊 哦 -10 大概在-10左右啊 那么我们同样要对它做一些衰减啊 来保证能量的一个均衡 也摔8个DB吧 再来提一下 啊 它现在目前都在-18附近吧 我们再提一点 -7 啊 那现在我把两个话筒同时打开呢 有没有发现两个话筒同时打开以后 均谷的音色有变化 或者说均谷的那个力度 那个体积感有变化 比如说我现在只开均谷上 大家听一下 均谷上里面呢 呃 包含了它那个腔体的声音 对吧 鼓的腔体的声音啊 那如果我把这个均谷下的也打开呢 你会发现那个腔体的声音好像淹没了 是不是好像听得不太清楚了 整个鼓变得很尖锐 然后体积变得很瘦 啊 如果你要的就是这个音色 那没问题 是吧 如果你要的不是这个音色呢 我们可能要从相位的角度对它来做一些修整啊 我们加一个这个这个音费 把他的侧链打开 捕获打开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均谷下作为参照 所以均谷下就要作为侧链啊 仔细看好 发的发到这个均谷上这个 同样推测前打开啊 百分之百发送量 这个是固定套路是吧 然后我们来采集一下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啊 上面是均谷上啊 下面是均谷下 我们找到一个音头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二者的波形有没有问题 波形确实不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能看到吗 确实不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软件分析出来的结果 就是二者的相位是有叠加的 也就是正向叠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不是完全一致呢 因为一个是我记得好像一个是动圈吧 然后下面那个是电容 所以肯定平常曲线不太一样 然后上面这个呢 我们发现好像均谷上的这个快一些 然后均谷下的这个要慢一些 是吧 那我们试着对一对呗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效果好一些啊 我们来加延时 让他们差不多对到一起去啊 然后随着我们不断的在移动呢 你会发现下面的软件会告诉你啊 有抵消有叠加 但我们要找的就是最好就是 能够保证是正向叠加的 对不对 另外也可以通过这个啊 刚才讲的EQ啊 来对它这个曲线啊 波形啊 做一些细微的修整 如果你不熟悉呢 就不要瞪它啊 就直接通过延时的方式来找一下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好像哎 这个好像波峰波鼓啊 能对得上了 那对得上的话呢 我们就来听一下两者同时播放的时候 能不能给这个均谷的音色带来一些变化啊 我把这个延时旁通掉 好像现在这个均谷就不是很肥的吧 不是很胖 好 现在把这个延时加进去以后 好像枪体的声音出来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把均谷当成一个乐器了啊 那怎么呢 就是直接我再建一个bus 建一个总线 然后把这两个均谷呢 都发到这个 直接路由到这个均谷的bus里面 如果你想这个黄线的声音多一些呢 你就把这个下面这个话筒推搭一点 对吧 或者说把它拉小一点啊 但是最终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均谷的话筒 就是一个整体的啊 声音 好 那么目前我们能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声音 好 这个呢 就是一个均谷 再把低谷打开听呢 注意一下低谷和均谷的这个能量的比例啊 均谷不能太大 是吧 好 把低谷先关掉啊 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了 那么overhead的话筒里面啊 也会识到均谷的 那么识到均谷的话呢 跟你这个点声源的这个话筒 识到的这个时间上肯定会有差异的 时间差就带来了相位的一些 差别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跟我们刚才的做法一样 用 这个均谷的这个通道啊 去找 去找这个overhead 因为overhead离均谷相对来说还是有点距离的 是吧 所以永远以最晚的那个为参照物啊 好 那么我们在均谷的这个总线上面 再找一个 inflation 把他的这个策略啊 还有这个捕获都打开 然后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用这个overhead的右边这个声道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一下了啊 这个时候是发送给这个snare bus snare bus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overhead也打开 均谷也打开 同时来捕获 好 还是一样 我们以均谷的这个音头为参照啊 好找一些 然后放大波形 我们来看一下 好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 能看出来他们的时间差别吗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你看 哎 均谷的声音要早于这个overhead话筒里面的声音 是不是 但是他们的相位叠加问题还好 并没有形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通过延迟的方式 把他们对齐来找一下啊 嗯 这个延迟加的不用太大 对吧 大概0.5个毫秒 0.54个毫秒 就基本上可以了 哎 你看 现在这个波峰波鼓啊 基本上都可以对得上啊 至于为什么不能完全对上 那是因为你的话筒型号不一样 是不是 你录到的这个波形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好 然后下面呢 也是显示仍然是正向叠加的啊 那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 我们来听一下 有没有感觉这个均谷就已经能够靠前一些了啊 它在整个生场的位置就能够靠前一些 如果把这个延时去掉呢 可能差别不大 但是你仔细听能听出来的吧 感觉冲击力啊 各方面要好一些 是不是 好 现在我把这个 底谷也打开啊 那么目前就是底谷加均谷 均谷加overhead 这个能量大概能冲到多少呢 最高会冲到-8dB 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12那个位置 -12到-10那个位置 也就是说整个谷的动态 可能有6个dB的动态 这个动态呢 通过我们后面加这个压缩器啊 就是均谷底谷加压缩器 是可以再稍微再收敛一点的 那么即便它已经冲到-10这个位置了啊 距离我们讲的那个-3那个冒红线呢 还有大概7个dB的这个余量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这个通通谷 也是一样啊 你首先就是先听嘛 听一下 看一下 单独这个通谷啊 它的能量是多大 这个高音通谷呢 大概能在-10dB左右 是吧 那-10dB呢 呃 我们就给它摔个六七个dB 这样的话 它的能量应该跟均谷啊 差不多啊 因为这个通谷 只在个别段落偶尔出现啊 所以能量稍微大一些 没问题啊 好 然后再看一下中音通谷 它的能量是多少 中音通谷大概在-12了 12的话 我们也摔个五个dB 或者是四个dB 都可以啊 然后还有一个落地通 落地通大概也是在-12 摔个三个dB 好 现在把这三个通谷呢 都放出来啊 在此之前呢 也要把它们的身相啊 稍微摆位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 这个overhead话筒 是以观众的这个角度来录制的 所以呢 高音的这个通呢 应该是偏右的啊 偏右的 我们往右边打一点啊 那中音的呢 就偏左啊 那这个落地通呢 在物理位置上 它是在鼓手的右边 也就是观众的最左边 是吧 但是实际上 由于它的低频很多 并且在很多段落里面啊 甚至于 我们还要把它发到 这个超低里面的 所以呢 这个落地通呢 可以就摆在中间 没问题 现在把这三个都打开以后 我们来听一下 它们的这个能量 是不是均衡的 差不多 是吧 但是串音问题很严重 是不是 有共振带来的 也有插片带来的 你看到了 就是这三个话筒 串了很多的音啊 再把overhead话筒加进来 听一下 这定位还是可以的啊 定位还是可以的 很清晰的 那么这个三个通鼓的相位 要不要跟overhead去对呢 如果你愿意你就对 为什么呢 因为对完以后 我们发现相位带来的好处 就是这个鼓会突出 对吧 它会在声场上 有点靠前的感觉 那么如果你的风格 要求这个通鼓很贴脸 对吧 很靠前的话 你可以对一下 如果是流行乐 或者是什么爵士乐之类的 需要这个通鼓啊 模糊一些的 靠后一些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不动啊 对不对 就是借助相位带来的这个 来把它往后移 是不是 所以相位并不永远带来问题 要善于利用相位 然后最后一个话筒呢 是这个彩茶 就是high hat high hat 这次录音好像没有录那个钉钉茶 我们就单独听这个嗨嗨 这个嗨嗨单独听能量很大 就已经达到了-14-12左右 对不对 我们给它摔吧 嗨嗨一般不用太大 它的能量不用太大 我们这个单独的这个话筒呢 在鼓祖里面只是为了定位 为了把这个嗨嗨的清晰的定位 那么同样呢 站在观众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嗨嗨应该是靠右边的 所以我们把它往右边挪一点 是吧 我右边挪一点 挪完以后呢 跟这个overhead一起 我们听一下 不要就是主要原则 就是不要干扰到这个overhead 不能太突出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呢 就是 这个high hat 就已经很清晰了 是吧 但是又不能太过 不能太大 是不是 现在听到的是钉钉茶 钉钉茶呢 我们就只能用overhead里面 拾到的那个声音了 因为没有单独的钉钉 所以这也带来一个 很好玩的事情啊 就是一般偏高频的乐器啊 好像他们的相位问题 就不会成为很大的 很严重的问题 而往往这个低频呢 就因为它的波长很长嘛 所以有可能会带来相位的一些问题 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跟超低对延时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整套鼓祖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动了它的这个电瓶 也就是画放的增益 是吧 还有相对应的这个声像的摆位 以及个别鼓话筒的延时相位问题 那么可以说啊 已经把这个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 当然这个这套鼓还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比如说串音的问题 是吧 当然这是后面几步要做的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对比啊 就是说把这个延时去掉 也就是说不对相位 和对相位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差异呢 我们闭上眼睛来听一下 首先是原始的 不加任何延时相位修正的这个鼓祖的声音 我们再把延时都加上去 也就是说修正的一下相位以后的声音 那么如果你的调音台没有这个Waves的插件 或者说你挂不了它 也没有服务器 那你就怎么样呢 练你的耳朵啊 然后呢 在现场用耳朵去判断 然后现在的数字调音台 每个轨道上加延时 这个都是提供的 这个功能肯定有 你自己去加延时啊 用耳朵去判断 可能看不到波形 但是一定会听出变化的 好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啊 当你有kick in和kick out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他们的相位问题 我们这里讲的呢 就是用kick in去找kick out 把他们两个的时间对齐 对齐完以后呢 通过二者的这个电频的比例啊 来调整这个鼓的大概的一个音色 就是鼓皮多一点 还是这个腔体低频啊 多一点 是吧 把它们呢 放到一起 当做一个乐器 当做一个低鼓来对待 当你有这个低鼓以后呢 一定要跟overhead里面 收到的那个低鼓去对音色 由于overhead呢 离那个低鼓比较远 所以它的波形 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比较晚一些的 是吧 比较靠靠后端一些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什么 低鼓的这个总线上面呢 去加延时 去跟overhead来对齐 当你有这个 君鼓的顶和底 两支话筒的时候呢 请注意不是对相位啊 就是你要检查 你要听一下 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再做修正 没有问题的话呢 也是一样 二者合二为一 变成一个乐器 变成一个君鼓 至于这个君鼓是亮一点 对吧 还是低频啊 腔体的声音多一点 那就通过这两支话筒的 电频比例去调整 这个君鼓呢 也要跟overhead里面 拾取到的那个君鼓 怎么样 要对相位 这样的话 整个鼓组的相位 主要部分啊 也算是对齐了 那至于这个通通 三个通通鼓 要不要对相位呢 就看你个人的需要 然后再把你的铲片啊 钉钉铲啊 这些 大家一起 作为一整套鼓组 然后输出给 最后的这个总线 这个才是鼓组调音的 这个基本的准备动作 如果你是用的multi rock 在现场挂waves的插件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 因为你通道里面 加了插件以后 插件本身 它是有这个处理 对吧 它这个处理呢 需要占用一点时间的 所以叫食言 这个食言的问题呢 其实Waves 早就替我们考虑到了 你在这个audio菜单里面 找到latency group property 就是食言组的属性设置 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把每一个食言组 自定义的命名一下 然后把他们的这个 就是等于是食言的补偿啊 调整为自动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自动帮你计算 这个插件带来的这个食言问题 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 手工的去对象位啊 不是一个概念 对吧 大家记得设置好以后 点那个应用啊 否则的话前面的设置啊 都白费了 设置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 Motishak机架上面怎么样啊 把所有的鼓组 放到一个食言组里面 就是这个位置 你把它选择一下 放到一个食言组里面 那么它就可以保证 做到这个声音 是同一时间出来的 另外呢 大家看到 这个 如果是测链的信号 从哪里取呢 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那个 SuperRocket啊 就是最新的这个 机架软件的话呢 也是一样啊 首先呢 要设置你的这个 岩石组的这个属性啊 在这个patch这个页面里面 找到Natency Groups 然后呢 比之前要方便很多啊 你可以直接自定义啊 把这个名字打好以后呢 就像那个 选择矩阵 那个路由信号一样啊 把它一拖 就搞定了 这样的话 所有的鼓组呢 都可以放到这个 鼓岩石的这个 处理的组里面 比如说这个bass啊 因为我们现场 可能会有这个DI的bass 和话筒石渠道的这个bass 这两个声音呢 也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可能要给它对象位 但是对象位的同时呢 你也要注意插件本身处理的时候 造成的一些实验问题 所以也可以把它们先给它放到一起去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关于这个准备动作啊 准备工作就讲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